香菇把油菜切成四瓣 油菜切成四瓣 产地于中国还有800年的历史 能降血压 这大蒜防癌还能抗疾病 这大蒜能防疾病 才能减脆 多吃点大蒜就好吃 这个蒜一定要剁碎点 它好入味 现在是红辣椒 咱们选择的是小辣椒 红大辣椒就是发甜 小辣椒有点鲜辣 小辣椒是鲜嫩爽口 油菜一定要把这个磕里边洗净了 要不里边有沙子什么的 芽衬 我割的是海盐 它呢有大量的矿物质 再放点油 它呢就是保持它那个绿和醉 油菜放里 焯一下 这个焯这个油菜啊一定要水开了再放 这个焯的十秒钟就可以捞出来了 这个焯完十秒钟就赶紧捞出来 就放到凉水里 过一下 这个水呢把蘑菇也焯一下 蘑菇焯时间长一点短一点都无所谓 都可以 蘑菇呢也得搁到凉水里头 分开了 避免串味 咱切一个胡椒肠 胡椒肠 胡椒肠是肉的 炒起来比较香 有紫蘭味的 有麻辣味的 就更好了 我这个是紫蘭味的 我这个是紫蘭味的 咱们再改一下刀 炒的时候呢它就像花一样就开了 大概切成这样就可以了 它一炒就开了 家里头要有鲜虾仁的话 割里头就更鲜美了 这是橄榄油 这个又鲜又香 普通油也可以 这个火呢 维采旺的 要慢火 给它炸开了 这个花现在就开了 打个锅打一会儿就会香 现在把火呢放小点 放上紫蘭 跟那个烤的那个紫蘭 烤的那个肠是一样的 用带紫蘭 这个胡椒这个火呀 就得旺一些 先加点 加蒜 把蒜炒香 再倒油一会儿 海鲜酱油 好 鸡粉 胡椒粉 胡椒粉 鸡皮鲜 大概 搅了两分钟就可以了 就可以出锅了 浇 浇上淀粉 要浇淀粉 这是土豆粉 土豆淀粉 这个呢 油菜呢咱们就炒好了 咱们下一步呢就是摆盘 把盘搬上 锅刷净 单倒油 再炒蘑菇 把蒜和辣椒 倒里炒 香菇 蘑菇 然后是蚝油 然后是蚝油 蘑菇 再加点水 这个加点水呢炖一下 再加调料了 然后加蚝油 鲜酱油 糖 滴油 鸡 蚝油 鸡 加入 Raum 出锅之前咱们再炸上点香油 现在就摆个盘 把脑袋都冲在一头 把油菜摆成像花瓣一样的 香菇倒在中间 当花心 把这个紫兰肠放在表面 做一个点缀 特别漂亮 增加食欲 糖就是花心 又香又美味 现在尝尝这个美味 有美味就得有胡椒 咱们先尝一尝这个香肠的味道 尝尝蘑菇的味道 咱们再来尝尝这个油菜 我们再尝尝这个油菜 鸡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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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